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红发型 这里小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分享 南光的灿烂 喜乐的心是飞翔的小鸟 自由全不是方向 飞得高看得远 去感受世界的美好 喜乐的心是神奇的舞蹈 旋转出生命的美妙 用了把一起跳 才能发挥出力量 我见到你笑 北岸的天空变得清廉 跟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分享 让帮你散烂 让帮你散烂 Zither Harp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看第九页 现在是最重要的重点 也就是说 各位要有一个决心 比如说第一句要问各位 各位你是不是菩萨 好大胆 我都说好像不是 但是想要做 所以我想 菩萨戒之所以功德到 它的戒体 变法戒 所以菩萨戒叫 千佛大戒 过去千佛 现在贤戒千佛 未来星术戒 贤戒千佛 都以 这个菩萨心戒 做戒体 那为什么说 菩萨戒的功德 变法戒 因为一个发菩提心的菩萨 他色受关心 承担整个法界 整个法界的生死责任 也就是说 假设你说台北市长 那你管的是台北市 假设你做的是地球 转轮胜亡 那你的责任 就是整个地球 都是你的责任 那所谓菩提心 菩萨戒 他就要变法戒的心态 所以同样各位早上 受八观摘戒 如果你只想着 你个人的福报 来自解脱 你也得到戒体 那只要得到的是 解脱到的戒体 这样而已 但是你想的是 我受菩萨戒 我以这个菩提心 来受八观摘戒 那你影响的是 死法界的众生 骗一切处 所以我想 四菩萨就代表说 你已经用菩提心 来引导你的生命 而且用菩提心 要来帮助所有友情 都成佛 所以后面这一句 我要问各位的时候 各位决定好了没有 就这个意思 那这样你有这个发心 你才可以得到菩萨戒的戒体 所以就像现在 网路信号就好了 你在家里的网路信号 就是你家 才有信号 对不对 你出了家门就没讯号 但是菩萨戒 这个讯号 辩十方诸佛 菩萨净土 辩所有法界到无间地狱 都有你的讯号 简单的说 如果你真实有发起一个慈悲心 那你的慈悲心就辩一切处 就像你点一盏灯 现在你会觉得说 我点在这个佛像前 我家里的佛像前 甚至你点灯 是因为妈妈生病 所以我点灯 供佛 那你这还是有限的 但是如果你用真实的 各位念的点灯 祈愿文的这样子 菩提心 来行菩萨戒 而点灯 那你这一盏灯呢 虽然只有小小一盏灯 却 辩法界都有你的光 就像佛陀时代 阿瑟士王 点了七日七夜 那无量无边的灯 但是不如一个割掉头发 卖 卖头发 取一点点油的 老菩萨的这一盏灯 所以所有阿罗汉的神通 所有世界的大风 都吹不惜这个灯油 为什么 人家问佛陀 因为佛陀说 这位老菩萨 是用这样随喜诸佛菩萨的功德 愿成佛 利益众生 而卖掉自己的身体 一样点了一盏灯 所以他点了这盏灯以后 将来成佛 叫虚弥灯光如来 所以我想 受菩萨界 重点在各位的动机 要时时刻刻记住 自己是一个菩萨 那菩萨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总过来讲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 做一个菩萨 在任何的状态之下 都不会去伤害到任何一个生命 这是他的决心 今天有人把钱栽赃给你说 你偷的 等一下你就要被警察抓去关 你都要保护对方 你都要承受这个苦 因为你不愿意那个真正的 偷钱的人被伤害 你要替他承受 所以做菩萨基本上 就是一个没有一个我 或所谓的自私 一切都是为了众生 不能为了保护自己 而去伤害到任何一个生命 所以为什么说 做个菩萨不会去吃肉 也不会是吃鸡蛋 也不想去喝牛奶 为什么 这个都直接间接伤害到任何一个生命 甚至各位 垃圾要分类 你做什么事情 都要减到最低 对整个世界有情的伤害 甚至做菩萨 一定要有这个心态 如果你违背了这个心态 那就可能违背了菩萨界 所以这个是自己要知道的一件事情 事情没有对错 只有自己的分别我执 所以做个菩萨 你必须在众生中磨念 你要布施 要守戒律 要努力地忍辱他 又不能退转 要保持禅定的悲心 无我的空性 也叫波罗密 那这样你才符合菩萨的资格 那第二个呢 除了不伤害任何一个生命 进一步 各位要有决心 帮助任何一个众生 成佛 你不能舍弃任何一个 你可能有一个最爱的独生子 也有可能一个隔壁 一直天天找你麻烦 破坏你家庭 想要偷你钱的不好的人 但是对你来讲 你必须平等地去设受帮助他们 最后离苦得了 这个平等就是为了你要实践悲心 你必须有无我的空性 你不能有分别性 当然我这样讲标准太高 我自己都没做到 但至少你知道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没办法做到一百分 所以菩萨戒经里面说 有戒可犯明菩萨 你知道做菩萨的意思 但是你很多事情做不好 但是你有惭愧心 叫有戒可犯明菩萨 无戒可犯 哎呦 想那么严我才不受了 那无戒可犯而不受菩萨戒 名为外道 你永远不可能走入菩萨道 修了就不是大乘佛教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那心里就要有这个决定 所以我问各位的时候 各位就要答什么 是菩萨 你愿意去做 那既然你是菩萨 那你就要开始发心 所以那你会问你 一发菩提心佛 你要真正的去发 而不是说 反正听说受菩萨 这功德很大呢 庆才受受 然后呢 没有发心 只有私心 我爱儿子 我爱老公 我爱我的钱 我爱我的地位 关心自己 超过别人 所以所有自私的心 是痛苦轮回的因 所有绝对利他的心 才是快乐 乃至成佛的因 所以菩萨戒 是戒自私 也可以说戒自我 完全要奉献给众生 所以我想 我们就照这样 我们大家一起来共修 共修 所以我在这边 也希望以后 我们每一个中心道场 每个月十五或初一 最好大家来共修菩萨戒 好吗 就是再念一遍也没关系 对不对 今天下午拜水畅很累的 干脆念念菩萨戒本就好了 要我我会这么想 所以这个就菩萨戒 就用心就好了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说希望把菩萨戒的内容 完整的了解 当然很多菩萨受过 有菩萨戒 菩萨戒 那是六重二十八轻 比较适合在家菩萨 那十重四十八轻 难道我们就不用受吗 不是那个 菩萨不分在家出家 一切菩萨戒要受吗 菩萨因落经戒要受吗 通通要受 所以菩萨叫 菩萨戒叫无尽障戒 我在现场的所有人 包括义工员工 赶快来受戒 所以这是难得改变命运 种下一个善根 而且菩萨戒体永不失去 好 时间的关系 我就先简单解释了 所以后面要回答的 各位叫非常的慎重 不但我们慎重 你还想着 你是代替 累劫累世 父母 祖先 冤亲 在所有众生 在回答 菩萨戒是希望 同理大众一切无碍 大家都朝向了 成佛之道 亲近发菩提心的 善知识 何难胜者 要生起这样子的 广大心 来蒸发菩提心 发了菩提心 才可以从诸佛菩萨 今天不是我 个人传给各位菩萨戒 我不认为 我有圆满的资格 所以四游 前面有五张牌子 本师释迦摩尼佛 文殊菩萨 弥勒菩萨 为结魔 来自教授阿瑟里 十方诸佛 诸菩萨 为尊正 为同学 所以这样大家来 真心的融入于 大乘的三宝的功德大海 所以各位常听我说 你供养了整个地球的阿罗汉 还不如供养一个发菩提心的菩萨 不分在家出家 所以 那当然菩萨不是每天修行叫菩萨 菩萨是你要把菩提心 菩提心的行为 用在你的日常生活 包括生老病死 里面 所以菩萨最大的愿是能够下无间地狱 能够救度那些最苦的众生 但是只是我们很惭愧 资格不够 所以我们先赶快 非发无上菩提心 能够上品上升 极乐世界 就赶快到最底的 有这个资格 安住在一个菩萨界体 空性跟大悲心不退转 而进入无间地狱 所以菩萨界最主要是不舍弃痛苦 但是菩萨自己在无量的痛苦里面 才知道众生